东方电子商务员位于杭州九宝的九胜路上 梁先生带记者来到园区一幢楼的二楼 他说这个美食城的面积有500多平方 酒餐区的周围总共有10个档口 他租下的档口10平方左右 墙面已经贴了瓷砖 烹饪设备也买好运了过来 记者注意到美食城目前还处于装修状态 现场堆着黄沙 管线和各种装修建材 梁先生说他是三月份跟着中介第一次过来 场地看的时候他只是在这个场地搭了一个档口的框架 其他什么都没有 现场还是工地 那当时为什么考虑跟这个餐饮管理公司来签约来租这个档口 园区它是有很多人做电商的 然后我们想他在目前这个餐饮商户来讲 是不足以满足现在的人群来消费的 所以我们考虑在这里找一个美食档口 这份档口承包合作经营协议是3月13号 梁先生和杭州配照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的 协议上标明双方的合作期是两年 从签约当天到2025年3月12号 第一年管理费享受优惠之后的金额是9万 第二年开始递增5% 梁先生解释说 其实这笔管理费就是档口的租金 而档口的综合服务管理费是每月2500 半年交一次协议的履约保证金是2万5 协议的补充内容中有一行手写的文字 甲方于2023年3月31号交付以邦进厂装修 还有加什么钱 进厂费2万 还有物业费交了7个月的 7788总共交了大概11万差一点点 就是他能达到一个营业的标准 然后我们进厂装修 梁先生说 从3月底等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管理公司一直没有把档口交给他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4月11号梁先生向对方说起心里话 如果近期真的开不了 就把铺子退了 他已经等不起了 管理公司一位负责人答复 5月中肯定可以 并推送了一位陆经理的微信号 事后梁先生多次询问交付时间 4月24号陆经理回复 我们也不想拖 我们又不喜欢拖的 现在资金到账了 房子租的是我们自己的 3月31号前我跟他联系过 然后他中间是一直都没有装修 然后跟我们说 4月4月底可以营业 但是4月底 我们4月中期来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装修 后面他约了我们重新谈一次 谈一次 然后跟我们说5月15号 然后我们也等了 我们也同意了 结果5月15号我们来看 还是不行 到今天为止还是一塌糊涂 到现在为止 这场地装修了哪些区域 就是贴了一个转 他们最后一次答应你们 是什么时候当口流 月底 梁先生说按照目前的装修进度 他不相信管理公司 能在5月底交付档口 更让他担心的是 负责这双楼招商的商业公司表示 那家管理公司 还有几十万厂地租金没付 他的租金给我们租金 是按季度交的 按季度交的 第一期的租金的话 还差我们大概是有个10万左右 然后呢 第二个季度的租金也还没交 总共大概是已经欠了 大概买了30万 你们已经催他们多久 我已经催过很多次了 然后呢 这周我已经也已经书面的发行 已经给他了 我们跟商户这个沟通下来 确实他今年上年初后来 年初之后呢 确实是遇到一些资金问题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对于 这块这个地方来讲 因为毕竟也有很多商户是签了约的 对啊 也是希望能够 我们也不是说是一下子 你遇到资金问题 我就把你要清退或者怎么样 现在对于你自己的档口啊 你是什么考虑什么想法呢 我想退租不想做了 梁先生表态 就想拿回将近11万的资金 那些烹饪设备还可以使用 自己会找人搬走 按照梁先生提供的号码 记者联系上那家管理公司的陆经理 我们承诺这个月底开业的呀 这个月底装修好啊 他想退租 那公司这边怎么考虑这个事情呢 第一他没有跟我说过退步这个协议 第二之前呢 我们跟他讲过就是说月底开业 他也同意的 那只不过就是说他真的自己个人认为 就是说月底开不了业 对吧 那这个你说怎么解决 我是这边有跟装修公司签过协议的 这个月底是指定能装修好的 关于退租这件事情 你跟餐饮管理公司的负责人谈过吗 谈过谈过无数事 谈到现在是什么情况 四月份谈的时候他让我再等等 然后我也同意了 然后五一过完 结果他跟我说你要么就等 你要么就起诉 记者又给梁先生提到的这位管理公司负责人 打了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梁先生表示 接下来准备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档口退租的事情 1818黄金眼七处报道